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在灾后 我是不适合即刻接受心理辅导这一点呢 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时间也不可以太早做心理辅导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反应不同的 有些人很坚强能够接受这个危难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看最主要是安全 个人的安全和情绪的安全 我们应该给他们有地方住 东西吃 然后帮忙他们寻找家人 这个是最重要的任务 第三就是看那些人 有些人不能够睡也不能吃 而且一直在哭 或者一直在悲伤之中 我们可以用我们所谓心理的急救 不一定要用到什么特别的心理辅导 因为这个是暂时性的 过了一阵子他们也可能会接受这个问题了 心理急救跟心理辅导有差别吗 心理急救是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好像一个人受了伤 我们急救 那种相识 相识 急救法 是比较轻微的对吗 比较轻微 就是说在场跟他 听他在讲什么 给他一个机会叙述他的内心的感受 而且多听少讲 而且安慰他们 支持他们 所以在那个短时间之内 就是所谓我们心理的急救 那心理辅导又是 心理辅导是当他们有病症的时候 有病症的时候 好像说不能入民 或者是做噩梦 或者是情绪很低落 那个时候真的是不能做工了 不能够照常的生活了 这样就要心理辅导 要看专业的人才了 好 我们有两位回返家园的新加坡人 李松 不晓得他们需要接受心理辅导还是想急救 我知道Andy 李松呢 他是在3月11号 当时呢 在Makuhari 就是日本海滨千叶线 参加一个美容展对不对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当天早上那个是日本就是一年可能就是春季跟一个秋季的一个展览会就是介绍一些最新的产品 然后我被邀请去那边看就观看这样子 然后就跟一般朋友就进去 早上进去就还很开心 高高兴兴的 对 每个人就好像没事这样子就进去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朋友就讲说 已经该吃午饭了我们就走出去外面就想 我起出来跟我朋友讲说 我说不要这样麻烦我们还要去外面 他讲这里东西不好吃我们去外面吃 然后我们去外面吃的时候 然后在那个餐馆的时候吃到一半我的朋友就讲 你们会不会是我还是这个椅子在摇晃还是怎么样子 然后我们就已经开始感到整个在震动了 天花板听说还塌 还没还没 那个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只是这样摇晃 摇晃我们就每个就抓住那个椅子 然后再来我们就看到那天花板已经开始开始在那边摇摇摇摇摇 然后玻璃已经开始裂了 然后就有一片掉下来 我的其中有一个日本朋友就讲说 我们赶快跑出去外面 然后我们就跑去外面 当我们一去外面的时候他就讲 你们蹲下来 蹲下来 因为我们毕竟新加坡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反应 蹲下来他讲说把你的包包就是我们带那个背包 包包就是 保护那个头 保护头 然后盖住你的头这样子 然后我就这样蹲的时候 当然我们也好奇就是 看看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真的是 在我当下我只是 我还不会感觉到怕 我只是惊讶 你懂吗 就是说 到底是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然后就看到那个路灯 马路的那个灯就那边摇晃 我再看到那个大厦 整个是在那边这样 然后再接下来就更加恐怖 就全部的那些脚车那些摩托车就全部塌了 然后就开始你就看到他的地就开始已经裂开 你当时在几楼美容展 他这个属于现在在外面 我已经去了那个餐馆 那个餐馆是在二楼 我们跑 那个是在二楼 然后我们跑下来 这个就是你当时拍到地板 这个是我第二天 因为我当时我不敢拍 我是第二天我要离开那边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我才拍下来的 而且这个是因为已经有那个 它裂了过后有水出来 它的水分已经开始干了 你看到这一幕应该很震惊吧 对 就是 就是那个 我觉得当下就是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只心想说 尽快这个东西赶快过去 我希望只是暂时性这样就过就好了 医生怎么看他这样的情况 他提到一个就是心理准备 在日本他们心理准备办得特别好 他们从小学就有一种 好像抗症的那种教育 什么逃生的教育 所以他们多多少少 每年都有练习的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 他们心理准备都是很好的 刚才你说过 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 对 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所以他们的心理创伤有可能没有这样高 他们的发现力没有这样高 李松其实在灾区的现场 有照了一些照片 我们来看一看 看你还记得吗 是在哪里 然后当时的一些情况 这个是你的酒店吗 这个是 就是在那个酒店三楼的时候 避难中心 可以算是一个避难中心 因为他开放给所有的人进来 然后这个我们不敢上去房间睡觉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 你可以在这里休息 然后就其实我是坐着 我就看到有些人就躺在地上 然后我就拿起手机这样拍 你睡不着觉 我睡不着 心有余悸 因为他是每个 我都已经忘了症了多少回 你一直感受到余症 对 一直会有余症这样子 是 后来那个超市啊 食物的也都 对 就到了晚上 我们就心想说 糟糕我们还没吃晚餐 然后我的日本朋友讲说 你看都没有食物吗 都是人 我忘了跟你们讲说 要去赶快去抢食物 要抢购一空啊 我们就去了差不多 超过十家那种 这种所谓的便利商店 都已经空了 还有一点是 他们的疫情系统很灵活 他们在这个地震 还没有发生一分钟之前 他已经布告了 宣布了 我听说你也是有接到这个消息 他们宣传这个消息吗 我们在那个地方 可能有 但是因为他们都讲热文 我们都听不懂 OK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 我们没有受到什么通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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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